復活節的第一 多維那邊開了一間很想吃很久的Burger店 其實它開了很久 但是一直都沒機會去吃 所以今天我們就迫起心哥去吃了 然後我就去銅鑼灣拿回我化妝課程畢業的照片 因為今天是結尾 所以今天一定要拿 就是這樣 今天就陪我去做這兩件事 這是Burgerland 好厲害 我要L1 L應該是最經典的 進行 其實真的齊了很多牌 一走的時候我要拿回一個 我教了色情 所以我就V了幫我做些什麼 這杯就是阿祥的餐飲 是一杯水果茶 阿祥就說不幫我好喝 但是我覺得它也還好 真的好像普通茶的領茶 再加多幾粒白香果的味道 我自己就叫了一杯零鑼 我覺得這個Burger一定要配可樂 最好是有糖的紅色可樂 我都會叫這個可樂為紅色可樂 這個就是我叫的L1套餐 89元的套餐包包些什麼 它 Row有幾大的和牛 burned 然後有幾條薯條 這就是我的午餐 阿祥就叫了 沙威兒 Burgu 那個賣卜中有菠蘿 真神奇 而且它的豚肉Burger不是給你一大塊豚肉 而是給你很多豚肉片 所以我覺得叫L1是比較划算 起碼有牛吃 然後我終於做Deathline Fighter 去拿我一張化妝的Sert 這些都是不會有Deathline做的 現在就拍好了 就可以回去了 好蠢啊 我發現剛剛的影片 我全部都錄了難度了 然後它沒有收到音 我真的超級喜歡《小心地滑》這首歌 它出了這麼忙就每天都在一起聽 它裡面的歌詞真的很貴 要心要肺 你詛咒別人可以不詛咒它的混蛋 但它叫它小心地滑 然後我最喜歡的那句就是 炎王在轉彎等你面談 很要心要肺 很盜慮 明年再有出一本Cosso 我們要唱這首歌 Cosso下張Sert 這張Sert就是這樣 Certificate in Makeup and hair styling skills 是一個比較基本的Cosso 然後它還可以有一些新娘化妝班 還有教你做特技化妝那些 我為什麼會選這間學化妝呢 因為它有得Claim錢 就給了16000元 但其實政府那個什麼可持續盡收基金呢 它可以幫你Claim8成 你實際上給4000元 那你就可以上到20堂 整頭 還有去化妝 我這個Cosso就上20堂 那每個星期三個小時 那它經常都會超過分的 每一堂呢 老師就會說了它的Notes 每一堂就會教你化一個部位 那可能第一堂就是化底妝 那老師就說 一個好的底妝要怎麼化 那然後呢 就會你自己和你的partner 就會有幾個字的時間 然後實踐一下 那老師就會過來指導一下你 老師他都很認真地教導他 教一些Skills 就算是你自己去平時化底妝 用他的Skills去改善你自己化妝 不過當然啦 幫別人化和自己化 真的好不一樣 一定要下手做試一下 怎樣去幫別人化 你才知道怎樣做 其實我上一堂堂呢 我都會抄Notes的 老師說話真的說得很快 不抄Notes是不會記得的 可以找回Notes給大家看 你待一會 這些好像是化日裝的Notes 還會有髮型的Notes 但我有時這些Notes 我就用iPad看 然後它還有一些assessment 然後有quiz 有功課 然後有不同各式其式的小產 所以呢其實上一堂堂呢 都很認真 然後上一堂堂呢 其實都要這樣去寫很多Notes 寫完之後呢 然後我就會回來找書 再慢慢看花 其實你每一堂新的 都要用之前那一堂的知識 所以呢 你的知識是會不斷去累積的 累積完之後就會比較熟手 好 現在我就要填料去Claim回錢 真的要好好運用可慈浴俊收基金 我看到有些人會拿來考車 有些人會拿來考IOS 用的就很浪費 好麻煩啊 我不喜歡填料這些 但是今晚就去吧 我給我自己的人生小小的目標 就是我希望每一年都去做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學一些新的技能 或者去令到自己以後的技能更加強勁 其實我很想去試一個Master 很想找一個有牌的專業Master 這個就是我的小小的人生目標 希望我這幾年可以做到 其實錢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可以拿來買袋 可以拿來賣東西吃 用來Staycation 用得最好的就是可能去學一些Course 或者學一些新的技能去沖洗一下自己人生 把一些銀量投資在自己身上 然後獲取到知識那樣東西真的很好 技能數多了之後我個人會很開心 可能成就這樣 拿不到你去賺錢 那你也可以定要自己的樣子漂亮一點 其實也是一個好人意的事 在收拾東西 我現在在猶豫要不要去買這個粉底 這個NARS的養膚粉底 上次去NARS買東西 是他送了兩個的 這個給我 給了這個Joanne用 我現在正在用4號的顏色 我覺得他的妝感是蠻漂亮的 我現在就塗Light Ball 是偏黃的 不過我打算試一下他 Testure這個顏色 應該會好一點 要收拾個化妝袋回家 那首先呢 這就是用來塗腌枝的掃 用來塗遮瑕膏的掃 然後剩下這個就是旅行聖誕節妝 然後放多了一支眉掃 RMK的掃 那些10支掃就可以化上我的妝容 然後粉底方面就拿了這個 這個是很想試一下的NARS 我覺得很漂亮 還有好像說上網賣有什麼 不知不知道 我應該買Light 2會好一點 那我明天就試買Light 2 用這個primer 因為它夠細一點 夠細一點就變愧 然後 它的外殼很髒 MAC的highlight 很漂亮的highlight 一盒有三的顏色 那用來打亮眼頭 這些位置都很好 明天都不打算發個很複雜的妝容 很明顯 陰影 眼影 這個是CANMAC的 那用來打鼻影 臉的所有涼礦 那其實都是用這個的 如果用來去眼影 那就是這個 那我覺得現在都不太流行 塗很深的眼影 所以這一盒就已經完成了 要有一個夾子 用來夾著頭髮 眼線筆 這個是TONY MOLY的唇膏 我現在都在塗這個 這就是NARS的Aragorn 哇 這個真的好可用 那個血色感 然後很自然的這個顏色 你不要看它這麼深色 但上嘴真的很淺色 現在大愛這個 髮制線的粉 因為我髮制線很高 不知道為什麼這裡會沒有頭髮 所以我這裡是要 拿一個海綿頭來 引一引去補一補頭髮 誰知就不塗那麼多 那我也是選這隻 AT2HOUSE的MILKY 它是一個可以做highlight的眼神 所以其實會令你臉補中央 就會看到它 膨脹的部分 一盒就夠了 也不是塗很多其他東西 一個碟 調色碟是很重要的 調色碟是用來去化 令粉底好像很薄 這樣搭上臉 就比較漂亮 最便宜的海綿 海綿用來厚實 粉底 潤唇膏 夾眼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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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粉 小小的橙粉 遮瑕1、2、3 其實用來備用的 其實我應該只用這個 Light to Vanilla 好 然後一個就是我的化妝品 我的袋子 這個是前幾天 我和朋友出監 然後他就買了一個中固袋 然後我看到它這裡 嘩 之前很漂亮 1400元 然後是全新的 那我這個Coach 我就馬上幫他買了 但是我可以放在哪裏 放在哪裏 放在哪裏 很大的 很想換個小一點的Air port 銀包 對了 Avisalign那個盒 很高 眼鏡 希望可以放在哪裏 好像可以放在哪裏 應該還可以放在相機 然後呢 我買袋有什麼規定 第一件事就不買很貴的 因為我覺得很貴的 你就要頸疼它 那你就不會想帶它出去 而我是所有東西 都很絕對粗用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都不太適合 買一些很昂貴的袋子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我絕對不會想買 一些電話放不到東西的袋子 之前買的那個 TOM BERGE的 放在哪裏 就放不到我的耳機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 內置空間是很多的 就是它圓圈的 就可以放到我的相機 還有放到這裏 還有我買袋子 我只買黑色 或者買白色 就是這個是 原來完全符合我的一齊選擇 所以就是 最後我這個袋子 我去了銅鵝灣 還有去了旺角 找Nars的粉底 但是他說沒有了 我很傷心 為什麼會沒有了 他說5月中才回大貨 然後他叫我留名 但是我又覺得 嗯 不要緊 好像可以等一下 緣份來到自然會買的 然後走走走去 SURUMURA 去試粉底 他試了在顏頭 我覺得那個顏色很適合 這個是 584 他好像出了一個新的粉底 那個粉底真的很好用 配合那個粉底 但是如果兩個都買完 其實他有套裝 但他成千元 當然他送很多東西 但我又覺得 我也不太需要這些 所以OK 還是等一下 等他看看會不會 再出一些新的東西 好的東西 我再買了 小燈 你和我剪一次 你是不是 在那裡 可以 你可以